很熱的就是恩子丹 恩子丹現在是全國政協委員 厲害的 他是繼汪明荃和成龍之後 第三個香港演員 就成為了全國政協 他應該是跟汪明荃同級 現在變成 汪明荃人大 現在變成政協 被人鄧東姑 現在被人鄧東姑 現在他在兩會期間 他就說 開兩會 用動作電影講好中國故事 也不要講香港故事 盡好這份能力 工作為大家服務 人家拍的那一部是大陸電影 喬峰轉 喬峰是會用劍的 其中一個捧他牆的就是 蔡天鳳一家 蔡天鳳一家 再加上鄧炳強 加上鄧炳強 一起在同場去捧阿欣子丹場 他現在就說 針對中國電影的人才的合作和交流 覺得現在中國的動作的類型 電影越來越少 其實如果你要擴大自己的空間 阿欣子丹是否遲些會拍抗日神劇 說好如何守思日軍 但是問題 他是拍大陸劇之餘 他亦都有參與外國的電影 例如 六日前 有一個雜誌 叫做GQ magazine 訪問他 他也說 John Wick的事情 這件事 美國之任有暴導 他最近一件事 就是你剛才說的 他被GQ GQ Hype 這個英國雜誌去訪問 2.28那天 正直在2.28的時候訪問 你知道香港人有多敏感 因為現在是泛民被拘捕 他就說 反送中運動不是抗議 是暴動 他不會在這裡談論 為何他會改變大家對這件事的感覺 但是 根據自己的經歷 他當時就在香港 他當時有上街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在這方面 郭富城比他更大的發言權 起碼 郭富城拿著林寶堅尼 在灣仔的時候 就好像跟手足 他接受訪問 他說他買奶粉 對 他說他買奶粉 起碼他真的被人拍到 他當時就像當時我罪那裡 這句話應該是郭富城說的 不是恩子丹說的 你這麼討厭美國人 現在這麼討厭西方媒體 又討厭PBC 又討厭CNN 又不見你那時候 對著那些扯著美國國旗的手足 怎樣對他們 拳打腳踢 又不見你怎樣 用你自己的泳春 來招呼那些 握著美國國旗的手足 叫做MMA 他就說 根據他自己的經歷 他有什麼經歷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麼經歷 他有沒有好像那個很醜 那個女藝人叫什麼名字 即是那時候在旺角被人打 馬蹄路 馬蹄路 你會不會好像馬蹄路 這樣清脹的時候被人打什麼 沒有 你有什麼個人經歷 我們要看上文下 他所說的 他的個人經歷 就是說他在美國 香港生活的那個經驗 然後就九十年代開始 回大陸拍戲 他上一段就是講 因為他在大陸裡面 就見證了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 正正日常 但說回反送中那件事 他就非常沒有說服力 什麼個人經歷 講一講 他自己有很多朋友 其實你是在複術 你自己是在香港 可能在享受冷氣 坐沙發 然後聽馬蹄路 就打電話跟你匯報 我被人回答 你有沒有看直播 這樣 我覺得是比較像這樣 可能楊明和他很朋友 你不知道 不想把事情變得政治化 你浪費了 你不要虛偽 你現在就是在講政治事件 很多人對他所說的 感到不滿 但是 我也是把事實 我自己的經歷說出來 你自己的經歷是什麼 講來講去 不就是在複術你自己的朋友經歷 不是 他全段是這樣的 去到2019年的時候 是因為很多 政治化到一個點 電影都分黃藍 所以 因子丹 經常拍大陸劇 葉文4 已經開始令人反感 你已經是 打鬼佬那些事情 就被人批評 甚至就是 他在Facebook 看到有人 杯葛他的電影 這個 Facebook 他不是親身 又是 那些二三首的事情 這件事他接受不了 他最近 就頻頻出招 除了在GQ Hub那邊說 然後就說 這些傳媒 這些西方傳媒 尤其是 從來都不真實正面地 報導中國偉大的發展 就是你剛才說的 我們有高鐵 有什麼 那些鐵公雞 我自己去過很多 其他世界各國 很多國家 他們都沒有發展到 好像接近中國的地步 哪些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 哪些國家 你快點點名出來說 你講事例才行 你不要像那些 飲茶阿伯 用你自己的偏見 在說話 這些我見不少 這些見不少 又說高速公路 在高速公路沒有人駕駛 高速公路 如果你說 從來不提及高速公路 對不起 在去年封城的時候 那些高速公路 你在做什麼 新穎的建築 新穎的建築 我見到很多 超級噁心的地標 包括用銅錢做地標的建築 建了都拆了它 恆大建了很多新穎建築 很多都是爛尾樓 你怎麼解釋 六億棟樓 生活的便利 中央紅頭文怎麼說過 生活的便利 你看回去年封城的時候 有多麼便利 那些人 那些人 我們那時候就說過 在河南被封城的人 隔著籠子裡 伸手出來 去問那些大伯 買菜 好像一個二個被困住的奴隸 四元的蘿蔔 有什麼好處 十六元一條賣給你 然後呢 上海那裏更加恐怖 我們之前報道過 有個女富豪 一百六十億身家 結果她買肯德基 都買不到 其實現在主要是網上的聯署 就要求奧斯卡反對 即是她現在出席的頒獎嘉賓 不要做頒獎嘉賓 是的 這個頒獎嘉賓是由 芙湯發起的 芙湯現在在台灣 她現在發起了聯署 暫時來說 這個在3月6日 現在3月幾日 你不如這樣吧 你看回現在她的職位 有多少人 我沒有連結 你給我連結 那現在的狀況 已經有三萬六千四百人 三萬六千四百人 是接近的 VOA這個夠更新的 他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他又說 其實他的殺神 John Wick John Wick這部戲裡面 他做了一個失明刺客 他又說這部戲 是否將那些中國人 很正常 沒有什麼新意 講來講 他就是一個功夫好好的人 身手好好的人 純粹是這樣 除了身手好好的之外 你有什麼值得給別人大書 讀書才可以 如果你看回恩子丹 他的名單 他真的沒有怎麼拍過文氣 他試過拍過文氣 他試過拍個搞笑戲 他試過拍完搞笑戲 好像是否他在一部 叫什麼 肥龍過光 肥龍過光 拍完之後 到最後都是變回做動作戲 他跟足中夕人做 他拍完那部戲之後 連大陸的網民都不接受 對 你知不知道那時大陸的網民 其實在大陸的影評網頁 那些叫什麼 他有個 叫做 豆瓣 對 豆瓣 在那裡說 求求你不要學人搞笑 你還是做一群打氣算吧 那時候有件這樣的事 肥龍過光 肥龍過光 結果其實也是打氣來的 也是打氣 他現在就說 對亞裔 John Wick這部戲 就說對亞裔人士 有黑板的印象 這句他就是講 Hollywood 你找我回來做 這個失明的人士 很打氣 可能他不滿 他戲中裡面 他沒有什麼 心理描寫那些戲 他做搞笑 還有最強起事 最強起事 那時候我記得就是被人說 你不要搞笑 不要學人 你拍打鬥電影就好過 不過打鬥電影 就有個問題 這個始終就是權怕少壯 你始終是有個年限在 你說成龍 你再加上 李梓的老公 叫什麼名字 李連傑 李連傑 這些他已經近年都不打 尤其是李連傑 李連傑是簡直 好像近年 我看到去年有新聞 就是說他現在老得很快 你看回GQ那套 報道 本身恩子丹自己也有說 他做了接近40年的武打演員 他說他本身身體裡面 都有很多的傷患 令到他即使保持到外表也好 他說他嘗試 例如出拳 都覺得自己是武力的 對腳也沒有辦法 像以前的那樣 迅速提高 這些事情令他要思考 未來他的演出方向是怎樣 首先他現在演出方向 他就在政協裡面做演出 他現在的場合 他現在的舞台就在政協那裡 台灣的自由時報就說 你現在說這些事情 演技比電影還好 首先他現在罵BBC和CNN 有些網友就在說 這些演技比他拍電影還好看得多 在大陸下賺不到錢 還要裝出一副硬漢模樣 骨子裡面也是軟骨頭 就是懂得奶共 以後不會再看他的戲 要賺錢 不需要出賣自己的靈魂 這樣嘲笑他 原來這樣看起來 他的演技終於獲得認可 就在奶共方面 或者是跟成龍搶飯吃 但又要公道一點說 那個年代演藝圈的人讀書不多 而且他們整班 你問恩子丹 80年代走出來的 他們是真的抱著 這個快速增長的香港經濟 和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 才能延續到他的演藝生命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那邊 大家真的和市場競爭 和全世界競爭 就能操作他出來 然後他回到大陸發現 原來我只不過是做回 我以前十年前做的事情 我以前二十年前做的事情 原來都已經可以繼續去的 我不需要轉型 不需要像楊子晴那樣 由打女 慢慢變成一個 可以演到文氣的人 然後 可以由東方三合變成昂山素姬 中間的過程 那個轉型是很辛苦 很難的 你好像楊子晴那些 算是武打明星的一個很成功的模範 但問題亦都極少 剛才我們都說過 他拍攝《最強啟視》 他其實是嘗試去搞笑 但問題是 他一拍攝鄭忠基那裡 差九成 那你死吧 你說武打巨星 以前拍過《Expandable》 《Expandable》 《Expandable》近年 都很難拍一集 是否只拍到四集 《轟天勇將》 《Expandable》 《Expandable》就是 由史太隆 率領一班武打巨星 一班打仔 包括Jason Statham 還有就是 有李連結粉 是的 李連結粉 還有誰 起碼有四五個 很厲害 其實他的班底 但近年都不能拍下去 因為每個人都很老 最年輕的人 就是Jason Statham 但問題是 例如看史太郎 他最近拍過《The Toeser King》 在Netflix的幾套電影 史太郎本身也慢慢轉型 去打民氣 70歲了 你還叫他打拳 不要啦 你看看李連結 李連結 原來他現在是59歲 現在好像是80歲的公公 已經是沉隱了四年 現在他的樣子就是這樣 是不是老得這麼快 以前我也聽過 你在奧運上做舉重的那些 因為你年輕的時候 做體能 做得很瘋 所以那個損耗也很厲害 《轟天猛將》 你說的做到第四集 是他預告將會在今年九月 出第四集 但還有沒有李連結粉 應該沒有吧 李連結 應該沒有他粉 不見他的名字 是德士太郎 Jason Statham 以及Randy Conto 可以找回 他在Expendable 即是那時候的李連結 其實他那時候也打得挺好看的 尤其是他那些 他那些漢戰 他打得挺厲害的 這個李連結 是的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的造型 即是那時候同一班 最厲害的 即是這一班 李士太郎 Bruce Willis Bruce Willis Bruce Willis 現在也是個老友問題 也都是 適應的 說明 適應了 因為他說話也有問題 是啊 現在 所以其實這些打仔巨星 那時候 起碼可以叫做 三強並列 可以和史太郎 和Jason Statham 並列 很厲害 不過這些海報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照顧中國人市場 才讓李連結 排頭 讓他站一個 比較多眼的位置 如果你說 比較出位 比較出名 那時候有誰 新力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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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還有 Jason Statham 不太記得名字 阿力舒華 新力加 原來第二集 已經不是見到他在海報 但我記得好像有他的份 第二集 有李連結份 不過其實 他除了第一集之後 之後的氣氛都開始逐步遞減 第二集 他只是出了個頭 我記得是李連結 之後就沒有了 當然 因為他那時候 什麼原因 忘記了什麼原因 他傷了 他就傷了 所以就演不到下去 那李連結 我想 恩子丹 如果跟李連結相比的話 他都沒有去到李連結 那時候在荷里活的林堅島 最多就是做一些配角 所以 你會見到 恩子丹 去到現在 例如說 李連結 或者 成龍那些 開始都不太能拍攝的時候 大家體驗了 他是一個純動作演員 才能上去 那 其實 他那個 戲劇的可掃性 是有多少呢 大家會看到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不是Slow My Dog 李連結說 因為李治 選好過大 所以選好過大 我又不認同 你女人 就算 哎 怎麼說 你就算幾好都好 都會 都會 有個什麼的 不是啊 我得汪絲絲漂亮一點 我是怕 李治的選好 比他用的選好 比他自己更大 真的 所以這件事是兩體的 這件事有互動的 說真的 嗯 汪絲絲 其實 還比恩子丹很多年 什麼汪絲絲 汪絲絲 汪絲絲 是啊 恩子丹老婆 如果你說選 選號大 喂 恩子丹對著 汪絲絲的選號 就更加大 恩子丹摺了成龍的位 阿成龍的袋子已經臭了 陳明偉就有些補充的 製片商就想買斷你連結所有的動作版權 所以他不拍 你說的是Matrix 當時Matrix 就邀請他拍第二集 然後就說 需要將你連結所有的動作都要Dictalize 也就是說 你好像 我們以前玩一隻Game 叫Metal Gear 台灣叫做這個 一個潛龍蝶影 嗯 那你呢 就是 那個主角 他很多的動作 就是要用電腦 掃描下來 然後呢 就方便往後 如果你替身也不用 直接 連結頭上去 那你連結的角度 就是 喂大哥 我練得這麼辛苦 到頭來 讓你拍兩個鏡頭 就可以不斷重複再用 嗯 那不划的 所以死都不肯 嗯 簽這張約 那我相信 啊 恩子丹那些 其實 第一他 荷里活找他 他當然是 那第二樣 就是 喂 其實你看他在外國的那些片 他的曝光率 是不是很多呢 那 相比起中國大陸 他其實是小的 我自己看就是 六七三左右 那所以 阿恩子丹 為什麼他 那麼親中 共產黨 那麼親中 國政府的原因 都是他自己看到 自己的市場 在哪裡 他跟王嘉義 不同 王嘉義那種是真心的小份量 因為阿恩子丹 他在業務系列那裡 他建立了一種 打鬼佬 打鬼佬的形象 就是很配合現在 習近平那種意識形態 習近平現在就是說 喂 不要求外國 很多事情要反對 這個 要解決這個 被卡撥子的問題 也都要搞內循環 那你搞內循環的話 你要一個人 就是 做 一個模範 你要鼓起大家的消費 起碼在電影上面 他當然是需要 阿恩子丹這一類人 如果你說 他起碼業務 他真的建立了一個 brand name 其實是 歸根究底 其實你問我 恩子丹是什麼 恩子丹其實也是一個 賺食建制派 你問他 喂 如果真的有事 他真的選客去哪裡 我猜到 雖然說 2010年 他已經放棄了美國陸卡 但是他這些人 很多後路 你不用想